到底我們今天再來示範一場 那這一場就是我已經把這個 系統的這個語言的部分調成中文 這是可以調的 不過他只有簡體中文 那我們再來打一場看看 我一樣是選這個機槍兵 這叫索爾 那我說比較可惜的是說他倒掉了 就是他的皮膚就都不見了 不然以前的皮膚跟人物是要用錢買的 另外他的設計的設定的部分 他可以用搖桿 搖桿就是像你們現在在玩的 就是他有虛擬的這種搖桿 不過這種虛擬的搖桿我會不習慣 所以我會習慣還是用觸控的 觸控的用點的 然後這一局呢我們來看看 對方有一隻 對方有一隻機槍兵 還有就是他現在變成中文的話 就是講話也會是中文的 然後你也可以跟人家對話 像這個是 像這個是挑釁的符號 挑釁的符號是一隻豬啊 一隻豬 案件是一隻豬 放肥,那個煞車 屠兵 不錯 我們這個一開始隊友過來幫忙 不錯不錯這隻胖胖 很好,好的開始 隊友一開始就殺一隻啦 那我們三星打這個堡壘 來了來了 不過我們的現在火力很強 我們火力很強,根本不用擔心 哈哈 可是王牌喔 還想逃 連貓一起殺掉 對方來救了 趕快跑趕快跑 不錯不錯,好的開始 我們這一個 我們這隊友也不錯 就是其實如果你前期啊 有殺掉幾個人的話 是 對士氣會比較好 不過現在又出於弱勢了 只是用不未好的炮子 你怎麼造的 嗯 欸,怎麼沒有吃到半個錢啊 我的天啊 那這樣就打得很爛了 我們這個野區啊 被剛才那個偷吃 把錢吃光了 對 喂,掩護我啊 掩護我啊 買一個鞋子 鞋子可以稍微加速 那中間的隊友 那我還是不要過去好了 先把自己的線收好 那我覺得 我的這個 隊友應該還可以撐的是 我就知道他還跑過去 我們對線的這個傢伙 跑過去幫忙 買個鞋子好了 再快一點 速度太慢 我這個機槍兵的一個 問題就是速度非常慢 但是我的機槍的速度 比較快 網路有一點延遲 然後我的大絕招是火箭炮 要幹嘛啊 找死啊 他被我嚇到了 被我的火箭炮嚇到 好 他對方那一隻龍 會把我們拉過去 所以要很小心 他有鉤子 會把我們抓過去 所以我們至於 不要輕取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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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輕取妄動 前期還是先賺錢 先賺錢 然後買好的裝備 原來� Hugh 我的這一隻 攻擊力是很強 可是前期會很弱 所以就是 有時候 要有一點耐心 不能送頭 隊友先撐住 我先把這個塔吹 我應該要趕過來 趕快走 趕快走 趕快走趕快跑 鞋子買最快的 然後再買一個突破點 突破點的話是 這一個 這隻槍會加速我的機槍的速度 跟 防護的穿刺 吃個物理術 進去 對方靜悄悄的 隊友還不錯 他們現在打得正激烈 這邊打得很激烈喔 不過我都不用擔心 我的隊友蠻不錯的 不用擔心 有時候先把你自己的對線 顧好比較重要 那像有的人他就不顧阿 他不顧就 炮塔就被摧毀 把你的線顧好以後 然後呢 再過去幫別人 差不多了 過去幫別人 快點過來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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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進去 快點進去 哇塞 都有不做啊 這場搭配的蠻舒服的 然後趕快去顧我自己的 我們下方的線 你們看左邊那個小地圖就是 隨時要注意場上的狀態 那通常這個遊戲 之前我說這個遊戲有打世界盃的話 韓國跟美國都是最強的兩個國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那之前就是韓國隊基本上 都是包辦世界冠軍 不過後來後期有一陣子 開始被美國被美國是會打贏 對方好像有一點放棄 對方好像有一點放棄 總之之前 之前美國跟南國就是最強的 那我們亞洲沒有 韓國隊 韓國隊是真的厲害 韓國隊 當初也是有儲值跟買很多造型 它的造型跟特效都會不一樣 而且這個遊戲它的音樂啦 音效啦 效果什麼 都是非常好 非常漂亮的 它比較不會像你有的那個 玩起來很像那個卡通 你覺得你能逃到哪裡 好 我們的第一個 隊友也很不錯 我們再來買一把古具 基本上這一局應該 大事已定 我們的隊友真的蠻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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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喔 對方投降 這個也有投降的機制 我們實在太強了 4比0 輕鬆 那就這樣吧 又幫你們示範了一次 我們這一局 15比0 五個隊友